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2017年3月英国绝对脱欧之后 基金问题最大的两个障碍是鱼业和标准 就我们是一开始就知道的 而且这个障碍主要是原则性问题 而不是现实中的细节 比如鱼业 英国的目的 也就是他们之所以脱欧是希望能够重新使用自己的主权 也就是掌控自己的捕鱼区域 其实英国人并不反对欧盟的人进入到自己的捕鱼领域当中 但他们希望能够有谈判的筹码 要制定自己的标准 那欧盟当然是不同意的 所以这主要是主权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障碍主要是标准 欧盟希望是 哪怕是英国脱欧之后会有自己的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不能够对于欧盟造成不正当竞争 那现在就问题来了 谁应该听谁的 众人皆知 英国是发达国家 标准很高 有些时候标准比欧盟的标准更加严格 所以很难想象 在有些领域里面 英国放弃一些高标准 仅仅是为了和欧盟协调 所以从这两个例子当中可见 其实谈判的障碍主要是象征性的面子上的问题 也就是谁应该听谁的 而英国想要证明 英国已经重新拿回了自己的主权 问 有没有可能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达成协议 答 可以结果确定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明天或后天双方达成了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还是要由英国的上下两个议院要投票通过 也要有27个我们成员国 国会投票通过 而现在马上年底就要放假了 所以不管是政坛也好 其他领域也好 竞争都会放缓 所以不可能在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流程 但至少这个问题不能拖 早晚是要签署协议的 很可能会晚于12月31日 但是双方仍然会继续谈判 因为需要签署协议的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立场 那些坚硬的支持英国脱欧的人 也就是像英国首相约翰逊一样 哪怕是没有协议也要脱欧的那些人 他们所要证明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妥协 就像两年前英国和欧盟就每一个议题进行协议谈判一样 1月1号之后情况仍然如此 问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会有什么后果 答没有协议的话 也就是在过渡期 根据不同的议题 也要定义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如果没有协议的话 也就是从明年1月1日开始的过渡期 会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 会充满未知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日常问题 比如说 有一个欧盟生产的药 英国要进口 英国要检验 这个药是否符合英国标准 于是就会花上好几天 好几星期 甚至好几个月 来检查 然后几个月之后 英国政府说 嗯 这个药是符合英国标准的 可以进口 在我里我只举了药的例子 其他产品都是如此 所以会有关税 会有手续 而在这一点 具体的每日细节都充满未知 而英国方面要雇用额外的工作人员 来做这些检验的事 这耗时 耗费 本来英国就打算要 招聘好几千名海关人员 做这个检验工作 但是当时 这位市场很好 所以他们并没有招到这几千名人 但总而言之 对于英国来说 全部是非常高的 问 谢谢 谢谢您为我们讲解 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